城市的周围被鲜花铺满 飞扬的花粉为天空笼罩上了黄昏氛围的特效 营地里开始热烈讨论 这是否是新郎为了心爱的妻子精心布置的婚礼现场 又或者是谁偷偷准备的求婚惊喜 然而真相却不像猜测般的美好 鲜花植物开始暴走 很慢延伸 黄昏特效般的花粉似乎也有些异样 远处的怪物们因为这些花粉产生躁动 头顶也开出花来 他们席向城市的军民将幸福的推向化为泡影 除了莱文市的漫天花粉外 密斯卡镇鬼火悠悠的花巢 也对营地众人生存产生巨大的威胁 花巢中拥溢出强大的冰浮怪 在野外四处搜寻自己的猎物 人类靠近花巢就会被释放的毒素重伤 僵化倒地 而作为民营之后里特殊存在的感染者猎手 载生者 身上的寄生帘虽然能够免疫毒素带来的一定伤害 却有被花巢寄生的风险 即便如此 营地里的伙伴们也不曾退缩 一点点摸索着危机的源头 大家也发现 在危机下得到强化的不只是怪物 再生者可以从植物中获得包子 用包子的力量去战斗 还能在屋顶的藤蔓间飞沿走壁 灵活走位 人类玩家也不甘示弱 从植物中找到了可以对抗危机的弹力金河 哪怕是五个怪同时过来砍 也能人出小球一通连击 直接带着这位Pentakill 在危机爆发之初 人类对再生者身上的寄生帘产生怀疑 认为他们与这场植物危机存在关系 但随着时间流逝 危机背后的阴谋逐渐显露 这些植物 似乎是冲着再生者来的 营地里大家开始重拾初心 联合起来破解引发植物危机的真正原因 小花也相信没有什么是全体玩家环节一致做不到的